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加速肌肤 维稳微循环 本节目由紫生堂第三代红妖子精华赞助播出 加入芒果TV会员 每周一中午12点抢先看正片 每周二中午12点尊享Plus版 更多微波精彩内容等你来解锁 童话是一位拥有百万粉丝的旅游视频博主 住在上海的他 除了满负荷的工作 就是全心享受安静的单身生活 尽快攒购买房和退休的钱 是他目前唯一的人生目标 来了 我看群里说你们今晚又有聚会啊 又没去 那种无聊的聚会去有什么意思啊 在家享受生活不好吗 我看你这是要孤独终老的节奏啊 我现在是想开了 现在就努力挣钱 然后赶紧退休 如果一个人的话也挺好的 该吃吃该喝喝 再说了 我这不是有你呢吗 你还指望我 在童话和闺蜜畅谈未来的同时 一个即将出现在他人生之中的人 正在北京享受着自己的生活 对 这样撑着 眼睛看向镜头 对 可以 可以继续 眼神 对 今天撞得特别好啊 今天特别棒 来 对 对 对酷 想让大家去买这辆自行车 就是有感觉 来 最后一张 可以 收工 来 收工 来 收工 我已经发现了 这三个小姐姐 已经被你迷得五迷三刀了 嗨 想什么呢 纯粹的工作友谊 纯得不能再纯了 你当我第一天认识你啊 我会信啊 终于更新了 那你看可是 那我接去哪里啊 干吗 这个小姐姐长得很好看啊 镜头感真好 谁啊 这可是我最喜欢的旅行博主 我跟你说啊 这个你可没戏 你看她视频就知道 典型的清醒独立 像你这样的小弟弟 她是不感兴趣的 那可不一定 像她这种长得好看的 还有内涵的 一看就是我的菜 再说了 还有我就不知道女生吗 怎么 你想赌一碗 赌就赌 三天 就三天时间 先加到好友再说啊 行 你等着吧 走了 哎 先别走啊 喝点去 不啊 你等着吧 你输定了 为了赢得赌约 乘以百立刻注册账号 开始频繁给童话留言 希望能在最快时间 引起童话的关注 难道平时不跟粉丝互动的吧 不对啊 这不也有评论的吗 爷 好像回复女生的居多啊 哥哥 今天可是第三天了 现在认输还来得紧 急什么呢 那我正互动着呢 不肯认输的乘以百感觉到童话 对你粉有着更低的界别心 为了能更快的和童话互动 他立刻注册了一个名叫一百的女号 而就在他正犹豫着用这个女号在童话的视频下 发布什么内容的时候 突然看见童话 发出了一个道歉帖 诶 道歉信 首先对不起大家 因为拍摄素材的丢失 之前预告过的北京Vlog 可能要延后更新 我会找机会再去北京 把素材补上 再次对喜欢我的粉丝们 表示歉意 就不幸加不到你好友 本来拍的素材是足够用了 其中一张内存卡突然出了故障 我估计你再去一趟了 不过还是真心感谢你 小姐姐 我是你的粉丝 你的笔记我都很喜欢 我呢是一名摄影师 有一些北京的照片和视频素材 也不知道能不能帮上你的忙 你要是有需要的话 可以打开这两个链接词取 拍的不错嘛 你的作品表达很棒 比我拍的好多了 但是第二个链接的提取码是什么呀 可以加你好友吗 嗯 现在小孩这么玩 让童话想不到的是 第二个文件夹里并不是素材 而是自己之前 发布在网上 晒自己工作状态的照片 这位女粉丝 不但精选出了自己 最辛苦的几张照片 还用可爱的手绘 为照片中辛苦的自己 送上了各种小小的温暖 这瞬间让童话 把仪式素材的沮丧 抛在了脑后 也对这个名叫一百的女粉 产生了好感 你怎么是个男的 你怎么是个男的 女的谁 你怎么是个男的 那是个男的 编曲 又是个男的 女的猩头 也好 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 你怎么是个男的 我看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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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照片我看了拍得挺好的 不过我这次还是要去一下 因为上次有好多酒都没拍到 还谢谢你了 你太客气了 还亲自打电话道谢呢 等一下 我接个电话 喂 怎么了 亲爱的 咱们下周约的那个摄影师说家里有事都去不了吧 由于临时工作安排 现在急需征集一名摄影师 喂 说个正事 十七号你有空吗 干吗 老板要拍活 我在上海有个拍摄 需要摄影师 你要有空就一起呗 没时间 不去 谢了 好吧 童话 成一百突然发现 童话求摄影师的帖子 这不正是老天给我的助攻吗 喜出望望的成一百 立刻给童话发去了自己的简历 没多久 他收到童话回复的信息 附件里是品牌的拍摄资料 时间是十七号 地点在上海的摄影棚 如果可以的话 晚点我们可以先视频 聊一下具体细节 嗨 嗨 原来你是摄影师啊 怪不得照片拍那么好 能得到百万博主的认可 也算是对我职业生涯的鼓励了 你的作品我们都看了 很符合我们的风格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可以长期合作 可以啊 我求之不得呢 但是我们这回想要旅行的风格 不知道你 巧了 我也爱旅行 平时还捋拍过不少呢 是吗 你有什么喜欢的风格吗 或者你有什么爱好吗 你 你说旅行啊 平时我喜欢自然景观 像大漠孤烟 横穿雨林 还有徒步爬山之类的 就是那种可以给人撞会心境的 你说这些我也喜欢 不好意思 可能是快递 你稍等一下 好 你好 你的康师傅莫莉蜜茶到了 好 谢谢 不客气 我们继续吧 你也喜欢喝康师傅莫莉茶 对啊 我超喜欢莫莉和茶在一起的味道 有花的清香还有茶的回甘 这滋味独一无二 这就是非你莫属的感觉吧 我囤了一冰箱 是吗 你看 我也是 你看 一冰箱都是 果然真的是默契满分 那个 你住哪儿啊 我们十七号的时候 要不我们去接你吧 我在北京 你把地址发给我 我自己过去就行 北京 这样 我们这次的预算有限 要不这样 我们商量一下 明天和你联系 好吗 你不用担心费用的问题啊 我可以自费的 那怎么能行 明天跟你联系 好吧 我等你 拜拜 拜拜 好 好 好 我们商量一下 这次预算有限 实在不好意思让你特意跑一趟 这样下次有机会再合作 谢谢啦 好 好 好 小悠啊 十七号那个拍摄是在上海吧 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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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帅啊 想什么呢 晚上要见面而已 不好意思啊 第一次让女生等这么久 没关系 我们正好在附近办事 提前就来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是 这就是安静小姐姐吧 我名字都知道 看来关系不一般啊 你好 你好 你怎么知道她的名字啊 不是你说的 怎么可能 那看来做了不少功课呀 我之前在童话的朋友里面 看过你的照片 想不认识你多难 小哥哥 你有女朋友吗 这个 这么直接了吗 安静小姐姐 不然呢 你来上海就为了吃这个等办菜吗 不可能吧 好吧 被你识破了 我确实不只是为了吃顿饭而来的 我把菜都点了一些 你还有什么想吃的吗 再加点 不用了 我对上菜也不是很了解 你做主就好了 吃点吧 好 小哥哥 一人长得这么帅 工作又好 也不像是没有女朋友的样子呀 你干嘛一直打听人的隐私 女朋友呢 很久之前有过 但是我跟她越走越远了 因为她家里面在婚姻方面 对她的压力还蛮大的 但当时我们讨论了很久 发现彼此都没有做好 走入婚姻的准备 所以 谢我 这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 都是爽力吗 我不反对婚姻 我只是觉得婚姻应该 达成共识 建立在两个人对家庭和未来的 共同规划上面 不应该只是为了结婚而结婚 那后面吧 我们的感情也开始变质了 就和平分手了 对于感情而言呢 我是比较倾向于那种 稳定的情感状态的 能够很好地 调控自己个人的时间 和感情的生活这样 这点我还挺赞成的 我觉得感情和自我 一定要保持平衡 如果要是过分地消耗自己的精力 这样什么事情 都没有心思去做 爱情也没有成 工作事业也没有成 而且反而痛苦会越来越多 我觉得你们这样彼此坦诚 还真挺好的 我这一听 你俩这个感情观简直一模一样啊 你也算找得了个知己不好 快吃吧 这是我点灯这边的特色菜 谢谢 谢谢 你扎一下头发吧 头发一直掉下来 谢谢 好 挺贴心的嘛 对了 我打算最近去一趟西宁 黑马河湖 还有青岛湖茶 我还做了旅游分享 对 青海湖茶卡镇 然后到德令哈 大柴淡 翡翠湖 敦煌 河西走廊 然后最后到张叶 再到G227最后回到西林 你看 你有什么建议啊 你是不是在肚子里的蛔虫啊 快看看啊 这条路线太完美了 六七八九月份去最好了 我觉得可以计划一下 你觉得怎么样呀 安静小姐姐 我觉得 我觉得有那么重要吗 很重要 我们一起喝一杯吧 好啊 来 干杯 干杯 庆祝我们第一次见面 好 服务员 买单 我来吧 我来吧 别含我吧 不是说好今天我来吗 不说好今天我来吗 好 走吧 去去去去 今天我把童话要交给你了啊 好好对待人家 好 绝对不辜负安静小姐姐 有趣请你吃大餐 要大餐哦 聊什么呢 为什么 随便聊一聊 不是 我一会儿有点事我得先走了 让他送你 金金 来 急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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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安全啊 拜拜 拜拜 走了 我觉得你朋友挺可爱的啊 他就这样 性格特别值 你别介意啊 怎么会呢 那我们走吧 吃了也差不多了 走吧 嗯 怎么样啊 今天那家菜好吃吗 我觉得挺好吃的 因为 我是跟你一起吃的 哎 你等一会儿 你剪书业干嘛 拍照 你快来 站着 摆个姿势 你笑起来真好看 摆个姿势 好看 嗯 对 你拿着 把眼睛闭上 啊 这样好好看 好了没啊 嗯 好了 这也太好看了吧 这我要把它发出去 肯定有很多小姐姐求教程的 不愧是大摄影师 你喜欢就好 那个 我有事想告诉你 其实当时 用女粉丝号评论你那件事 是我故意的 因为当时我发现 你只恢复女粉丝 不恢复男粉丝 而我 又很想认识你 所以 就耍了点小心思 不过 我还是挺抱歉的 因为当时 以这种幼稚的方式 去认识你 童话 你可以原谅我吗 我是真的想认识你 了解你 接近你 嗯 这种行为呢 对我没有造成什么负面影响 我可以原谅你 但是 以后这样类似的事情 不可以再发生了 我保证 嗯 哇 这拍的也太好了吧 今天更新就有你的大作啦 陈大摄影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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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啊 哇 这男友视角也太棒了吧 姐姐你是恋爱了吗 这哪看出来是恋爱了 哇 这笑容也太幸福了吧 下周有空来北京吗 不错 怎么这么突然要出门啊 现在出差都穿高跟鞋了 哎呀 临时要去参加一个活动 北京小哥哥约你去的吧 是啊 怎么了 你俩不会真谈恋爱了吧 没有 真的是去参加一个活动 而且听说有几个知名旅游资源的朋友在 这样开拓资源的机会我当然要去啦 不对劲啊 不对劲 怎么不对劲 你最近工作可是有点懈怠啊 我最近太忙了 昨天拍摄的视频初简都没完成吧 嗯 你这发信息秒回的速度也不是一贯作风呀 哎 你再看看你自己 我看你参加博主线下活动都没这么隆重过 你有问题啊 我有什么问题啊 小宝贝 你妈妈最近有问题 她都不挨你了 不挨你了 我这几天不在的时候 你帮我照顾一下我的小宝贝贝 过两天就回来 哎呦 你妈妈都不要你了 你妈妈最近有什么事情都不要你了 你好可怜呀 你别听她的 好可怜 我的小可怜 亲爱的 我不是反对你谈恋爱 她那人我觉得还算时尚 但是在她还没有跟你明确表白之前 你可千万不要用心太深 听到没 你就放心吧 否则吃亏的就是你自己 我和她真的是普通朋友 我自有分寸 你不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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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诶 陈大摄影师 诶 小悠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你的一个小粉丝 小悠 童话姐 你好 你的视频我超喜欢的 陈一百还是通过我 才发现你这个宝藏博主的 是吗 谢谢啊 不用 陈大摄影师 你这个局组得不错呀 诶 下个月就是我生日了 要不你帮我一起办了吧 想跟你办生日会的人 都排到法国去了吧 而且啊 我这生日 说不定有人陪我过了 我开玩笑的 看来什么事情还得靠自己 那我先去那边了 你们俩好好玩啊 拜拜 拜拜 你的朋友挺可爱的嘛 我跟他是很多年的老朋友了 走 给你介绍个人 黄主编 一百 您新开的专题我看过了 这种全是干货的内容可不好做 以你现在的内容随便整理一下 就是一部精彩的纪录片了 想到一块去了 怎么样 又没有兴趣一起搞啊 可以啊 对了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之前给你提过的 旅行博主 童话 您的内容和他的风格还挺相似的 您是图文 他是视频 是不是很巧 黄主编 你好 童老师 早就听一百提起过你了 你不仅人漂亮 视频做得也好啊 您跟我讲了 还在学习的阶段 一百可难请落 上周我让他出一期视频的配图 好家伙 没时间 合着忙着谈恋爱呢 不是 您误会了 您认识我这么久了 我什么时候因为谈恋爱耽误工作 但上次我是真的太能了 一百呢也给我看过你的视频了 如果咱们有机会能合作 我打算选题和风格都以你们两个为主 如果能出一期情侣为选题的专题 那更好了 好啊 那一言为定了 嗨 嗨 嗨 一百 好久不见啊 好久不见啊 好久不见 今天玩得开心吗 好了 一百姐 你可算来了 我可想死你了 就你会撒娇 今天怎么想起来船局了 以前喊你出来都没见你这么积极主动过 这不是大家挺久没剧了吗 给你介绍一下 这就是童话 一百姐 你好 我说呢 原来谈恋爱了 你好 叫我一百就行 她天天姐姐姐的喊我都把我喊老了 哪有 您在我心里可一直都是二十岁呢 就你会说话 一百姐 之前发你的账号你看的吗 您身边那么多品牌资源 照顾一下我们呗 以前我给你你都不屑于要 现在谈恋爱了 要做夫妻店了 哪有 那之前不是没想法吗 谢谢你给她 相当于给我了 账号内容我大概翻了一遍 的确不错 个人风格很好 对品牌的诠释也很到位 我这是有几个品牌 想找优质的博主 如果你感兴趣 我们可以谈谈 可以啊 谢谢您的认可 一百 一百姐 您先陪我家头汉聊着 我去去就来 平时我们请一百都请不动她 可清高了 今天为了你整这么个局 还把半数的资源都介绍给你 看来她对你很伤心 您误会了 我们俩是普通朋友 普通朋友 能有这么好的待遇 一万姐 好了 我去打个招呼 我们下次再聊 好 童话姐 方姐不见了 方姐不见 你说 你不会真的对童话姐姐动心了吧 对啊 不行吗 没有 我只是觉得第一次 见你这么快地陷入爱情中 陷入的感觉还挺美妙的 那你还不赶紧去追 赶紧去表白啊 怎么了 累了吗 没事 你为什么不和别人解释我们的关系 我就算跟他们解释 他们也不会信的嘛 那现在这是搞什么 为了拿到关系资源假扮情侣 如果你提前跟我说的话 我可以扮演角色配合你 但现在我很被动 其实就算真做情侣 我也不介意的嘛 这种话你怎么能轻易说出口啊 你先别生气嘛 要不我先下去给他们解释 不用 我没生气 我只是被这样的行事安排有点不适应 而且用这样的方式得到合作关系 也不是我的风格 真心谢谢你的安排 刚才那样的合作找机会推了吧 我怕告诉你 你可能就不来了嘛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合作的事我会推掉的 真心感谢你的用心 只要弄得我还挺有愧疚感 想什么呢 而且我不跟他们解释 确实是因为我有些小私心 你应该知道我是喜欢你的 这 我们都冷静冷静 毕竟我们才认识半个月 我现在很冷静啊 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对你很用心 你对我真的没有感觉吗 我对你是欣赏 但感情这种事 我们还是要认真对待吧 我很认真的 那我现在准时问你 童话 你愿意坐入一会儿了吗 好 那你们早点回去啊 拜拜 拜拜 那我也先回去了 这么晚了 我送你回酒店吧 不用了 离得很近 我已经叫车了 看 我把行程单 发到我手机上了 你到酒店告诉我 好 喂 那 你记得明天 以上大家看到的就是 老北京捏面人啦 捏面人是北京的传统文化 也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希望大家通过这次的围绕 可以对捏面人 还有其他的民间艺术感兴趣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有机会一定要体验一下哦 今天和平时不太一样的是 他是由我们专业摄影师 我 也就是童话的男朋友拍摄 大家好 我是陈一百 今天是我们的第一次约会 我希望呢 能够给童话带来非常美好 非常难忘的回忆 当然了 也希望大家喜欢这期的Vlog 那今天就到这里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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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终于是我们的二段时间了 你想还要捏什么了吗 这还用想吗 你看起来好专业啊 哎 你那个不应该是这样 你应该把它揉一下 嗯 这样快速地揉一下 就可以把它揉圆 然后用指腹这样轻轻地压一下就好了 你试一下 我早就想来北京捏面人了 没想到你带我来的这条街 还就是这家 是啊 那是因为我和你心有灵犀啊 捏个大长腿 这个是腿 嗯 也不像呀 你等一下 你看这 像了吧 但是也不长呀 我把它拉长一点就好了 这个腿 不会是在捏我吧 哎呀我还没捏好 你不许偷看 嗯好好好 我不看 那不行啊 你给我看看你的 哇你这捏的也太像了吧 好专业啊 那要算什么 我之前学过一些嘛 会你也很平常 再加工一下 为了第一次的约会 我可是苦苦练习了很久啊 哎呀 小心头 那 谢谢 真乖 我不配拥有一个奖励吗 奖励的话 奖励她亲你一下吧 如果她是你 她就可以亲了 你才猪呢 你是猪也挺可爱的 你是猪也挺可爱的 那我们继续吧 好 这个底座弄起来吧 你这不做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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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做了 哦 你这不做了 你看我的 这个 是我吗 像吗 不好说 你不喜欢啊 但是 你做的 我多喜欢 这还挺可爱的 嘴巴这么红 这个蓝色的是什么呀 你猜 安全带 不是相机带 相机带 这个送给你 这个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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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时候买的 我那天看你相机带补笋了 所以买了个新的送给你 你帮我戴什么 我来试一下 来 我们去包装吧 等一下 我再加工一下 来 这样就更可爱了 你怎么能这样 你这是作弊啊 你怎么能拿 拿他装可爱 我也要改一下 不用了 你已经更可爱了 那我们去包装 好 好 好 不然你都不会认识童话 怎么会追到人家 我想我该走了 童话 你误会了 不是想的那样 小悠的一条短信 暴露了成一百接近童话的原因 竟是为了赢得赌约 童话感到自己被深深欺骗 愤然离开 东窗事发后 两人的关系 该何去何从呢 喂 童话 还是我 这已经是你两个小时里 打的第二十三通电话了 你还有完没完 我只想道歉 我 我再忙 以后有事再说吧 好吧 来了 童话 童话演的那花 喂 喂 你是不是告诉陈一百我家住哪儿了 他去找你了吗 对不起啊 我想着 你们面对面聊聊比较好 所以 我没有怪你了 我知道他有多烦人 你要是不说的话 他也是一直问的 对了 我今天还答应品牌方 要发一条推广 你今天会工作到几点呀 今天啊 今天肯定要熬夜了 拜拜 拜拜 那你工作吧 拜拜啊 搞定 怎么这么不容易找我自己啊 工作在忙也要去了吃饭啊 来啦 两千五千了 两千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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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 谢谢 你的贩卖到了 安静小天使 我给你帮忙买来个月子啊 六成一百 我知道自己做错了很多事情 也知道 不是每一件措施都有弥补的机会 但是我依然贪心地 希望自己能够得到你的原谅 只要还能在你身边 正当地喜欢你 我什么都愿意做 喂 童话 谢谢你买的花和午饭 谢我干吗 那个 你现在忙吗 有新的品牌方要件 所以就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 很影响我的工作 那你什么时候有空 处理一下我们今天的事啊 明天晚上记得你有空吗 我重要是去上海 在你家楼上餐厅见可以吗 那好吧 那我们就坐下来聊清楚 好 没问题 我一定到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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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话 你来了 饿了吧 这个要先时间能解 不用了 我就喝掉饮料就行了 我承认 一开始我做错很多事情 我知道 这段时间你冷落我 是在惩罚我 我向你道歉 我不是在惩罚你 我是觉得我们需要空间冷静冷静 我已经冷静完了 所有的事情我也都坦白了 那赌约呢 你坦白都小事 其实我最在意的是你为什么要欺骗我 我问过你 但是你还是骗我 我身体保证 我不会再骗你了 或许我们的关系是于一个玩笑 但在后面的相处里面 我都是真心的 一丝伪装也没有 其实我还挺感谢这个赌约的 如果不是因为她 我也不会这么早地认识你 知道你 更不会这么快地喜欢你 爱上你 还挺会给自己找理由 你不觉得我们的关系 从根源就歪了吗 我真的不会再骗你了 你原谅我好不好 你的审美很独特 你对美有一种天生的理解 你跟我身边的人都不一样 可能是因为这样 我才会这么喜欢你吗 以后不要再做这些亲密的举动了 也别再说那些暧昧的话了 我们不是情侣吗 我刚才说的还不明白吗 我不同意 我们都不要再彼此往前走一步了 就在这里停一停吧 什么意思 我们就维持现状 保持友情以上恋人类满的关系 好好想想对方在自己生活里 是什么样的位置 我想明白了 但是我还没有想明白 我可以等你啊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你到老眼从北京来 应该挺累的吧 早点回去休息 通货 好 喂 小悠 你在哪儿 明天出来陪我喝两杯吧 来 喝点这个吧 谢谢 她也最喜欢喝这个了 我可从来没见你对谁这么伤心过 再来一个 这都打空挤杆了 是个练试的失魂落魄的 你来吧 还看 她又没发心动态 再看也看不出花来 嗨 别闹 这种爱而不得的滋味 你不懂 我赢了 十分钟到你家 品牌方的要求又变了 十分钟到你家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我刚给你发信息了 品牌方的需求想要再确认一下 我刚敲门也没人应 就直接开门进来了 我刚才在想事情没听到 谢谢 怎么是温的呀 我要喝冰水 你今天生理期第一天不能喝冰的 你怎么知道 我们两个生理期时间不是差不多吗 还是你最贴心了 也不知道以后谁那么幸运 跟你在一起一定幸福死了 现在不就是你嘛 也对 你最近压力大 是不是跟诚意白有关啊 没有啦 都是工作 你给我发微信我才看到 对了 你说品牌方又有什么要求了 我把样片给他们发过去了 他们觉得氛围不够 需要加一些层次感 你有什么想法 童话 嗯 你 有什么 我没听到 我发现你还是第一次在工作上面走神啊 以前我们俩一起拍视频的时候 你脚崴了都一声不吭 哎呦 这是谁呦 把我们童话小姐的魂都勾走喽 哎呀没有啦 我昨天没有休息好 你在我面前啊 还有逞强吗 我认识你多久了 太了解你了 要不 你主动联系一下他 我看他最近的动态 状况也不是很好 他好不好关我什么事 你到底怎么想的呀 我也不知道 那你能放下他吗 或许时间久了就放下了吧 你放不下 我可以 我认识你这么久了 这么多年不是没人追过你 但你都不放在心上 我也 不放心把你交给别人照顾 诚意买这个人吧 你看着他不靠谱 但是 他能包容你的脾气 里面也有很多契合的地方 他哪有你说那么好 好了我们聊工作吧 来我们继续聊工作 说到哪儿了 这工作可以暂时放放 但是爱情没了就很难找了 但工作最起码他不会欺骗我 不会辜负我 我也不会啊 还有他 他也不会 是不是小乖乖 我们不管发生什么事 永远都会留在你身边呀 那是当然啦 你可是我的安静小天使呢 热快 你帮忙我 我来信息了 你看你俩黑眼圈 是不是老老几个大夜 没有啊 你赶快回房间睡个美容觉 工作上的事我来帮你搞定 快 还是你最好啦 我就睡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后叫我 快去快去快去 走吧 我们去睡觉吧 快去吧 走吧 快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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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小悠 我是安静 安静 你好 童话那边怎么样 他 不太好 工作都受到了影响 整天魂牧手舍的 陈衣白也是 都已经好几天没睡觉了 童话这个人吧 在外人看起来 很独立 其实特别没有安全感 很少有人真正走进他的内心 这么多年也只有我 还有那陈衣白 陈衣白吧 他虽然看起来像个浪子 但是这么多年 我还从来没见过 他对哪个女生这么上心过 就他这个性格 童话没有安全感 也是难免的 他对童话是认真的 绝对不是随便玩玩 其实我上学那会儿也暗恋他 当时好多人追他 他对谁都秉秉有理的 从不越前 我当时就想着 先和他做朋友 进水楼台先得月嘛 我想一直在他身边陪着他 你说这句话的意思 你别误会 后来认识时间久了 我也觉得我们俩之间是不可能了 我觉得陈衣白和童话是很般配的 除了童话以外 我想象不到他和哪个女孩子还会这么配 我懂你的感受 我也希望他们能好好在一起 我听陈衣白说童话不愿意见他 所以他也不敢去找童话了 害怕童话厌烦 童话就是嘴硬 要不这样吧 我们找机会让他们见一面 好 那我们好好商量一下 我先挂了 好 拜拜 解压馆 我还第一次听说 都有什么项目啊 别问了 你们到了就知道 还神神秘秘的 这个要喊一下吗 没反应啊 走走 安静 安静 童话 你们商量好的吧 我最近实在受不了你的状态了 觉得你们该建议 而且我想你应该也很想见吧 那为什么来解压馆 我们不谈其他的事 通通快要的放松一下 好不好 去 哎呀去吧 跟我走吧 好好玩 拜拜 慢一点 只要你不再生气 再给我个机会 今天他就是我 我全程给你当沙袋 好啊 那打他多无聊啊 要是这样你觉得没有诚意的话 你打我好了 好啊 那你可别躲啊 对不起 是我让你委屈了 今天你就把你的委屈全部发泄出来 以后我们不要轻易说分手了 好不好 那你让我打开心为止 好 我陪你进去打 来 都是你 欺负童话 以后我说实话 不能骗他了 听到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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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打我 打我 都是你 是不通话 如果不可以 再激活了 哇 哇 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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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干吗的呀 你先坐 来 干杯 干杯 这是为我专属定制的吗 那一瓶茉莉蜜茶可不够 你想要多少 我都换 傻瓜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视频吗 当我看到你也团了满冰箱的茉莉蜜茶时 这种默契 非你莫属 那喝同一款饮品的人可多了去了 不一定了 那你为什么喜欢喝茉莉蜜茶 花清香 茶清味的茉莉 打开的那一刻让人放松舒缓 那你呢 我也喜欢茉莉 清香的茉莉和茶的回甘 完美融合 滴滴回味 回味 你和我吗 有嘴滑舌 希望我们俩的感情也像茉莉蜜茶一样甜蜜 所以我们不分手好不好 那这样 这是什么 我想把今天定为我们的不分手纪念日 以后我们不要随便说分手了好不好 只要我们其中有任何一个人情绪上头了 想要说分手 另一方就有权拿出这张卡 行使和好的权利 和好卡 不生气卡 无理由要求是什么 这是你的特权 万一我们意见有分歧的时候 你可以拿出这张卡 要求我跟你同评 你有使用权 我没解释权 无条件接受 那你给我这么多特权 就不怕我得寸矜持吗 不怕 我希望你能给我更多宠矢的机会 好 成交 不过这么多卡片我们可以共同使用 因为我们的感情是平等的 如果我今天要没有答应你和好 你会怎么办 我还要普兰币呢 普兰币 什么是普兰币啊 我告诉你 你说嘛 我告诉你 你说嘛 不告诉你 多吃一点哈 宝贝 我可以的 你先处理工作了 那我先就回个电话 去吧 不好意思 最近工作实在是太多了 我真的没关系 来 一会儿多吃点 别饿着 好 我来给你再加一个 你也多吃一点啊 你不能吃辣呀 你不能吃辣呀 我还好 我就没想到这么辣 那 那你这都红了 你不会是过敏吧 服务员 来两瓶茉莉清茶 来了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你不能吃辣 你就跟我说嘛 要不换两个清汤的 不用了 我现在好多了 我们继续吃吧 黄主编一直在催我们的尾拉奥子 不止黄主编 之前你兼顾的那个伊瓦姐 她最近给你推了两个品牌活动 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我再一个月处理呢 你看你这一个月啊 来回北京上海都六七趟了 你要不要考虑来北京 跟我一起发展啊 所以啊 还好北京有你 你就是我来北京的动力 那你想在北京跟我一起吗 毕竟北京的工作机会还挺多的 可是目前我还没有想搬离上海的打算 而且我在上海生活了那么多年 朋友啊 圈子 资源全都在上海 如果我搬到北京 所有东西都要重新开始 我还没有那个勇气 有我在也不行吗 我可以把我所有的朋友 跟资源都介绍给你的 亲爱的 我不想这么早地就彼此占据彼此的生活 而且我一个人独居惯了 这样会打算生活的节奏的 我没关系了 我就随便手手而已 我给你烫一点你最喜欢吃的毛肚 好 他说要七涨八价 来 你试试 你今天这个状态是不是约会的时候又吵架了 我竟然不知道他对辣椒过敏 前几天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 程一百不是说他对辣椒过敏吗 有吗 他什么时候说过啊 我怎么不记得 我确实忽略了他挺多感受啊 确实是 我发现他为了喜欢你啊 一直在妥协自己的喜好 有这么明显吗 很明显 你啊 确实应该好好想想怎样关心关心他呢 他今天跟我说要不要去北京发展 还说要把什么资源都介绍给我 你怎么回的 我拒绝了 漂亮 我跟你讲啊 当一个男生对你嘘寒问暖时 那他不一定是真心喜欢你 但当他把拥有的东西都给你 想让你变得更好的时候 那才是真的爱你啊 宝贝 明天你就先好好工作吧 不用陪我了 我北京有点事 需要后续处理 你自己要乖乖吃饭呀 小事得外卖 不 你干嘛呀 我去找他 你现在这副模样找他有什么用吗 你想好了 是去北京还是不去北京 你都没想好 你找他有什么用啊 我有事我先走了 你好好想想 你想好了你再回他 走了 其实你的问题 我今天回来好好地考虑了一下 北京确实挺适合我的职业发展 只是我之前一直没有想过 要在北京生活而已 因为在上海生活和工作 让我觉得很安逸 上海应该算是我的舒适圈吧 但是 自从你出现在我的生活里 我想重新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而且我也知道你对我的包容 真的有很多很多 甚至超过于安静 甚至超过于安静 不过你也知道的 我要去北京 重新开始生活的话 要面对 重新接触北京的环境 饮食 房子 包括重新开始自己的圈子 这些 我需要时间 你让我好好规划一下 好吗 没关系 别想太多 我暂点休息 来啦 那你怎么来了呀 你都跟我信心 我还以为你 我就故意的 拿给你的东西 是吗 谢谢 行啊 这是 傻瓜 我回北京是去处理房子和工作室之心了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就是邻居了 以后我的家也就是你的家了 你搬到上海了 就在隔壁呢 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呢 那你北京的朋友和工作怎么办 能万一以后我们 没有以后 我现在追向场上当下 再说了 我们不是说过不说分手的吗 以后啊 我们要对着一直在一起 你这样宠我 会让我越来越任性的 任性都任性呗 不是还有我吗 是吧 而且两个人在一起 肯定有一个人要妥协的 所以我就妥协了一点 成全你 也成全我们两个自己 傻瓜 你为我牺牲太多了 我压力会很大的 你千万不要这样想啊 你要是 就对我压力的话 那就势得起反了 那我来上海 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答应我 以后要做雷厉风景的自己 你不用为我 妥协任何事情了 毕竟我的喜欢胆 就是你最真实的样子 婉儿 婉儿 对 你的爱心早餐已经到达 你怎么这么早就来 我还没准备好呢 没事 你什么样子我都喜欢 现在在一起 你还不好意思啊 还没有呢 你等我一下 先吃东西 再喝冰水 这是我告诉你的第十七次了 不要空腹喝冰水 知道了 知道了 吃吧 谢谢你的早餐 不用谢 对了 房主编一直在催我们的拍摄内容呢 我都后悔答应他拍情侣运动了 他的要求实在是太多了 我给你看一下 这个是我捋出来的拍摄内容 你看看有什么要改的吗 已经挺全面了 但是我觉得这项目的主题 可以再明确一点 题目呢 我们所清楚改善谈恋爱时候最舒服的这种状态 你觉得怎么样 嗯 这个题目真好 一目了然 那你觉得谈恋爱哪一种状态最舒服 我啊 我觉得跟你在一起的每一个状态都很舒服 有嘴滑实了 说嘛 到底你觉得哪种状态最舒服 嗯 先卖个棺子 一会儿你配合我就知道了 不行啊 我就现在要知道 快说快说 那你过来吃早餐 吃完了我就告诉你 嗯 好吧 嗯 这边的脸好看 哈哈哈 你那边都好看 嗯 我调一下这个 好 哎呀 痛不痛啊 痛啊 痛啊 痛 嗯 那就这个位置了 可以 就固定它了 嗯 那你等我去换一下衣服 好 好 你干嘛 我去换衣服 我去帮你做一下参考呀 不用 那是烦人 你等我一下啊 好 笑起来 我看 我们换过来拍吧 好呀 你在这边拍 你站这儿 我嘞 这个呢 就是我们两个平驰的日常 嗯 这些是我们平时一起去旅游的时候拍的照片 嗯 是吗 希望 是以后吧 以后 以后都要去这些地方 以后 怎么样 美不美啊 美 你看 幸福的一家三口 咦 这 幸福 我 我 那 我 我 还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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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жи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